对吧 还是离我最近的封燕先来吧 对 对 封燕每天都是第一个分享的 对 对 对 面向大家来分享一下 穿着泰国的衣服 呃 大家好 呃 其实 嗯 哈哈 呃 其实 我们这次去短线 很紧张 然后 一开始 本来不是 认为是短线 我跟那个云云也一直说 我们是去玩之后 哈哈 但是就是去了以后恩典特别多 然后感受的也很多 但是我今天就是听过牧师的讲道 也有很多感受 就是 我一开始去的时候非常担心 就因为我老公总说 那个缅甸那个 那个三角区 要割腰子 哈哈 哈哈哈 我说你要安全的回来 一定要根据牧师 哈哈 所以我很听话 一直跟牧师在一起 哈哈哈 然后也 因为根据牧师在一起 所以就是 我的恩典也很多 哈哈哈 真的是满载而归 哦 去的时候是短短的 哎 简单的想法 啊 放生一下心情 然后 我不想在韩国 就这么 死去 哈哈哈 啊 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我之前也分享过 因为我 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年期 然后 还是那句话 就觉得 不像以前那么火热 我一直在找那个 对神的初心 哈哈哈 但是 哦 好像是生活允许 或者是 我的精神也有一些变化 所以一直感觉不到 那种热情在里面 也一直在找那个 促心 然后 回来的时候 跟梅香也谈过 因为梅香说 哦 他们 零零后啊 哈哈哈 他们很火热 然后就是 嗯 就是那个 嗯 那个什么 神学院也有很多乐器啊 他们说 每天都会爆满 然后 也 就是 不会休息 所以就会想起我当时 哦 年轻的时候 呵呵呵呵 你 当年 像当年 年轻的时候 那种 那种火热 就忽然间想起来 但是梅香说 很短暂 对那种热情 一直 一直 不是持续的 就感觉好像 自己的热心在 在宣教 所以 我一直在想我的 我的热心 似乎会阻碍了 神的 神的 福音 因为 因为我老公和我婆婆 现在还没有信祖 所以我很担心就是 我师父也阻碍他们 嗯 就是 没有真正的认识神 哦 所以就是 就 今天讲到 跟我跟我分享的也很接近 然后就是 一开始就很担心 现在也一直在担心 然后我 我明天要去上班 我也想传福音 但是也有一直有阻碍 因为因为他们不想行事 然后也对传讲宣教的人 有一些伤促 因为之前 他们说在工地刚火的时候 也有个宣教师过来 开创这个工地的时候 一开始是很火热的 然后也很多工钱 但后来就变成 让他们就是奉献 结果没有拿到工钱 所以就是 我想传福音的时候 感觉到那种 就有点 耻辱 哦 假先知让我弄得 无法去参加 然后他们就说 你们 你们很高大上啊 你们都说神好 然后最后 最后呢 最后你们做的是什么 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该不该讲呢 其实这不是福音 就一直在 误导他们 所以就是 担心在前面的时候 我无法去 去 讲 但是就是我们 这次宣教会 宣教团 就是 转宣 然后那个 看到当地的 那个宣教室的时候 他们没有担心 他们活出来的 真正是 从耶稣得来的 生命 一直在流淌 我觉得 源源不断 他们每一次的那种分享 都是在源源不断地去 主讲神的话语 然后奇迹般地活下来 就是每一次 主打 就是很现实的时候 神用大能的手来 给他们供应 生活的用品 每一次都是恩典 每一次都是恩典 但是我就不一样了 我感觉就是每一次 每一件事情临到我的时候 我就会担心我该怎么去解决 然后我怎么能才把这个事情能处理好 这种我自己的担心在前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人生就是那种恶性循环 老有事 就像来转宣的时候 本来是没有什么事情的 但是就我婆婆老出事 就给她买了那个电动车 然后她没有保险 老是挂那个月节茶 然后 然后一直出事 我说我能不能来短宣了 然后我老公就说你别去了 我老出事了 但是 我觉得这个是撒旦的阻碍吧 这是我认为的 但是 我不知道我再说说 总的来说 总的来说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我要把我自己献上神 就是我是 我是 我是新教士 我到哪里 要传扬神的话语 这是 我最大的恩典 然后就是 真的要活出来 不是 就是 嘴上这么一说 就过去了 也不像年轻的时候 卡 那个热气一来 然后一会儿就没了 就像那个秀闲说的 分享出去 传扬出去 不像做一个 国一母人 就在那个 像死海一样死去 就这样吧 我想用我的心目来 荣耀我的事 谢谢 先谢谢风眼帮助我很多 就是本来去之前 我还是想着 我陪着他一起去啊 就是我不知道我要去干什么 因为我们也刚从台湾旅游了一段时间 我不想再去泰国 因为我不喜欢 我不是说不喜欢 我没有对他没有什么好的那种 想去的那种动 就是动力 就是 然后 但是我想 我跟他一起 就是我们两家一起去嘛 就是 然后去之前 我在祷告 就是 我求神告诉我 短宣的意义是什么 我 我想明白这个意义 我不是去玩 就是告诉 然后 就一直祷告这件事 然后去 就是 去之前就开始 到了那里 我就觉得有恩典 就是 由于牧师的签证 不允许 就是当时出了一点状况 我还没跟牧师分享这个恩典 就是 然后 去之前 其实牧师 比我们后到一天 我们先到一天 先到一天之后 我们已经在那个同样的酒店 订了一间房间 订了一间房间之后 是 可以加床的 因为我们三个人 然后三个人之后 然后我就跟牧师说 那 我们还 因为牧师把我们的房间 已经订出来了嘛 那就不想 就麻烦再改的话 很麻烦 然后后来 牧师说 那不行的话 我老公睡地下 我心里 我们就有点不舒服 为什么要睡地下 就是 就 但是我们想 然后老公说 不要再想这个事情 就是睡地下 就睡地下 就那样子的 然后后来牧师的签证 有点问题 他就是 他担心 他当时 当天去不了的话 那我们大家就 不一定 能够check in 就是那样子的 然后后来牧师就说 他退掉 然后让我重新订 然后让我重新订的话 我就 我说那 可不可以 我订 我还订了个房间 就是 就是可以 加床的房间 那 牧师说 好你订 好 那我们就订 那订了 一共订了五间房 四个是 双 就是标准街 然后我们订了一个 可以加床的 好 OK 订了五间房 然后 但是牧师 还是签证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 好 我们到了那里 发现我们的房间 比他们会大一点嘛 那大一点的话 我们就很有恩典了 因为每天我们要聚会 每天早上七点要起床 我们要在大一点的房间里面 要摸影 因为他们的房间比较小 没地方 那刚刚好 我们可以在那一间房间 就是 我们早上晚上都在 我们的房间里面 就是 就是可以 就是 可以聚了嘛 就是分享那样子 那我们三个人也睡得还比较舒服一点 就是不用睡地下 我觉得就是刚到那里 就是我们还没有出发 我就觉得恩典就已经来了 就是 然后就是临到这里 然后后来到了那里之后 第一天早 星期一早上 就是跟 跟那个宣教室 就是他们见面嘛 我当时他们一讲完 我一见到他们 我就很激动 其实觉得 他们是韩国人 然后他们在中国也会 就宣教宴 在那里就待了好长时间 然后他们现在来到这个泰国 就是 给中国人 就是在做事工 不是什么伟大的事情 就是 每天的生活 就是 就是一点点小事 然后这个泰国 其实我很担心 头一天我们晚上 我们先到 我们先到之后 然后我到了 到了机场的时候 他们已经下班了 因为清迈不是一个那种国际 就是不是那么 像人川机场那样子的 他晚上 我十点到那里 就没有 我没有网 我们没有跟人 没办法跟人联系 就是 我好害怕那样子的 因为 你没有网络了 没有人来接我们 我们也没有电话 然后 后来还不错 遇到一个 就是中国 像导游那样子 然后他帮我们 打电话跟酒店来 然后把我们接走 然后到了那里 我们要出去买牙刷 没有牙刷 我没有带牙刷 我跟我老公 还有孩子 我们三个人 就走到外面 我就很担心 我就害怕 因为 他 他 他讲泰语 或者英语 我们的英语又不好 就那样子的 然后黑乎乎的那样子 然后 我就一直担心 然后 就去买了牙刷那样子 就回来 然后 这是刚开始的时候 然后 就 每天 早上一早起床 然后 我不知道我去干什么 就是 脑子糊涂 就是那样子 然后 就早上一早起来 要读圣经 就是 我想想 怎么还要在这里读 就是分享那样子 然后 跟 就是跟学教师们见面 每天早上都 一直到中午 都做同样的事情 然后下午我们会去 看一下他们的 当地的生活 是怎么样子 生活的 就是因为要了解 人家的当地的一些情况 然后我们也跟宣教师 我们分成组 去不同的宣教师的家庭 还有做不同的活动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我们见面的是一位女宣教师 她是韩国人 然后她在中国 北京先待了二十多年 然后 还不错 然后后来又去了青海 服侍一个少数民族 然后 她现在又来到 她从 就是从中国 把他们 喊出来 赶出来了嘛 就是说 然后她又祷告 然后又去了 又去了 这个 就是泰国 就这样子的 然后 怎么说呢 就是 这么多天 我就在想 他们就是 为了这个 神的 就是神的福音嘛 就是要 在另外一个 不同的环境里面 要学他们的语言 要了解他们的生活的 这个 就是环境 然后再去给 另外一个国家的人 再去 就是 做侍奉 去传福音 其实传福音 并不是说 我见到一个人 你信耶稣 你相信神 你直接这么跟他说 不是这样子的 那 要先建立关系的 就是 就是很难 我们头一天去参加那个 去参加这个照片 他是博德恩 泰国的 就是美国的一位传教士 宣教士来到了 泰国 那时候这里还不属于泰国 他属于老挝 老挝 那他们是骑马骑大象 然后又坐船来了这里 然后 来了这里之后 他们 这位宣教士 他 传了36年 才结了一个果子 就是 他有一个人受洗 真的 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 就是真的很难 就是 我就在想 我 就是这么多天 我就在想 我 我坐在这里 就是 周天来礼拜 然后 周一到周六 回家 就是 做工作 那 这个就是神 就是 让我做这个嘛 我觉得好像 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 其实 每个人 就是 这次去的话 就是触摸到 我的心 就是 我在想 我是不是要对自己 有一个突破 就是有一个成长 那你不经历的话 我永远就不成长 就是我永远就在这个阶段了 我不往前走 我永远就是 这样子 就是 在原地踏步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不如行万里书 就是 不如行万里路 那 我们听了那么多的 每天的 就是每周的讲道 那 我要怎么做 就是 我 我 我真的很 就是 害怕 就是 今天跟我讲 对着我说的 我觉得 是吧 就是 我有很多的害怕 我有很多的担心 就是 其实 我不想去那种 不好 就是我认为是环境恶劣的地方 其实这个泰国来说 对我来说就是 环境就是蛮恶劣的 就是 但是 没有人说 啊 你要去那里 就是现在还没有这个呼召 就是 就是 让我去那里 我自己想的 我就老 以自己的想法 我要去好的地方 本来我是 我说我要去美国 我要去加拿大 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 就是 牧师刚才说了吗 就是 神如果真的是 让你 让我去 他会给我安心的 不是说 我的那个担心在里面 就是 就是 就是让我放心的去做这件事 其实 我最舍不得的就是 看见我的女儿 就 就跟我一样 就是 我担心我的女儿 其实最大的担心 是我的女儿 我不想让我的女儿 去受 一些 苦 你知道吗 就是 因为 我觉得 我跟我老公做什么 我女儿会跟着做什么 但是 如果我再往下 再往深层做一步的话 我就害怕 我的女儿会跟着我们去做 我很担心 我的女儿会去宣教 真的 我 我看到这么多的苦 我就 舍不得 真的 其实 我们 很早说的话 就是 神 会跟我们有一个 就是 就是 有一个回应 就是我女儿过一岁生日的时候 她抓的是一本圣经 她抓的是一本泰文的圣经 知道吗 就是 我就很担心 当时我还在想 我的女儿以后要去泰国宣教 就是我 我感觉我当时 我随便说的 然后我说完了 其实当时我后悔了 就是 我 就是那个 屯残气的时候 我有点后悔 说完 我就害怕 我说 哎呀 我说了 我怎么说这样子的话 所以说 我现在就是一直 我不敢朝前 但是今天 牧师又跟我们说 你不要担心 就是 说神会为我们 做的每一件事情 就负责任 就是这样子 就是希望各位弟兄 姊妹 就是 如果真的是有 以后这样的短圈 我觉得我们大家 就是 真的在一起去的话 会有不同的 就是感受 真的是 我没有想到 我感谢神 就是让我明白 宣教的意义 我没有白去 就是这样子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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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한국말을 할게요 중국말 통연 무슨 말 해야 됩니까 이번에 태국 같이 갔는데 我去了泰国觉得很好 和中国一样 他已经说了 他走到哪儿都像有中国的味道一样 都能看到中国字 吃鸡的,吃鸡的,吃鸡的过程 我看的时候 大家是不知的 他感觉就是 任何地方都像中国差不多 中国字啊中国吃的都有 还有中国话 我一年半的感觉 一个一年半的感觉 一年半的感觉 中国人一年半的感觉 好像在中国待了一年半的感觉 对不起 我没听听 中国文化者一年半 정도 됐거든요 反正这个 这个宣教士说话有这个方言 有时候快 你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答案 그리고 心痛的那是 这个是 全体的迷信的国 迷信迷信迷信 迷信知道吗 因为这次吧我们的任务比较多一些 迷信迷信 所以每天要去一些市场 去调查 去传福音 去学校 不是吗 迷信呢 对不起 那我都不敢翻译了 我觉得 他说 泰国有很多这种迷信 什么各种神都有 中国人都说 中国人都说 泰国이나东南亚 宣教会的话 对 因为他觉得 东南亚 特别泰国说 中文比较方便 说你们去东南亚 宣教是没有问题的 各位 목策 不过 各位 所持人的职业 所以 那些 宣教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你们不是 牧师 带着你们的职业去宣教 都是可以的 谢谢你们的祷告 非常感谢 下一个休闲 那边准备 大家好 我感冒了 我简单的就是把我那个特别感动的部分整理下来了 第一点就是宣教好像要哭了的感觉 一想到就是宣教我觉得要哭了 因为我们收到的感动特别多 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哭 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那个分享这个部分之前 我个人五年前去了泰国 然后当时的我跟现在的我就是有点不同 然后呢按照不同的那个观点来就是看世界 我觉得真的神给我的感动是特别多 而且我的中文好像有点进步了的感觉 所以 然后呢 所以这第一点就是宣教是 宣教就是 不是那种就是我们是基督徒 然后呢 你们不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我们现在就是比较骄傲的说 哎我把那个福音传给你 是这个态度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要先就是了解一下他们的文化 然后他们的生活方式 然后呢 尊重他们的文化才可以 然后第二点就是 神就是都把一切你需要的 你要宣教的话 需要很多东西 但是上帝都把所有的都安排好了 都准备好了 所以呢 你要按照神的安排来宣教的 这个跟那个时间有很多关系 所以呢 可能就是你传福音 然后没有结果 然后一年两年三年 十年二十年没有结果 但是呢神还是在默默的就是为他们事工工作 所以呢 这个需要信心 然后呢第三点就是 我们要跟耶稣同在一起 这个我觉得这个刚才大家都分享的一样 因为宣教特别是在国外宣教的话 就是生活的环境就是特别难嘛 天气啊吃东西啊什么都很难 但是呢你要跟耶稣同在一起 每一个瞬间都要同在一起 就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第四点就是从 我们可以从今天 现在开始宣教 刚才那个云云姐姐分享的一样 不管你在哪里 我们现在在韩国 那我们现在 明天就开始 明天上班的时候就开始宣教了 我们都是宣教师这样 然后最后 然后最后 宣教不是一次性的那种活动 但是呢 而是宣教师每一天的生活方式吧 我觉得就是你要把那个宣教师的 我们要把宣教师的生活出来才是对的 所以我们 我跟我们大家就是都是宣教师 因为我们知道福音是什么 然后我们认识耶稣 所以我们要就是好好分享 我们就这样吧 谢谢 谢谢 然后面对手 你好 我们都一样吧 刚开始去没宣教的时候 不知道宣教是什么 就是说出去一个礼拜我们能做什么呢 那人家有宣教师都是什么博士之类的就是上过信仰学校的 我们什么都不懂 以为我们去没什么作用 去了才知道 那个宣教师说了我们是在一起学习 我们去学习 然后互相支持 因为我们去了他们也会有一类两 宣教的 宣教人要有信心 什么信心呢 就是这个 这是第一教会嘛 这个美国宣教士 36年没有一个信主的 而且一直在坚持 像我这去传福音 一次碰壁 被人拒绝了 就是啊就会信了啊 他不会信了就放弃了 36年还在坚持 到了36年才有一个受习的 所以说这个信心很重要的 再也就是宣教的这些宣教士 在异国他乡特别的不容易 就是有一个中国宣教士 中国女宣教士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 然后在中国派遣她的教会 朋友时间长的 有些话不能跟他们说 他们不会理解 慢慢的都疏远了 跟亲人也好久没见面 就是特别孤单在国外 就是我们一去她特别高兴 就像家人一样 然后突然有一天 也是这个中国宣教会 给她打电话 说她来除了宣教的时候 有一个牧师给她一块表 就是上面有窃听器 让她在去哪儿跟谁见面 都要向她汇报 她跟她说说你马上来 她说你要跟这些人说 要不然这些人都会受到牵连的 然后她就跟这位女宣教士说 如果我要有意外 请你照顾好我的孩子 我特别感动 他们为了神的事业 把自己的生命都献出去了 他们明天和意外不饿那个先来 也许在道上就被消失了 所以他们特别了不起 我就觉得我们都是 假基督徒一样 每天就吃 为了自己的 拆米无盐 工作 每个礼拜天 来做礼拜 真的 我们要自己反省 向神祷告 检讯我们 检讯我们 都有他的美好的计划 求神 让我们知道 他对我们的护照是什么 谢谢 实际上还有四个人没有分享 还有三个小孩子 还有一位是我们这个 蔡舒恩弟兄 他明天应该回到韩国 实际上他的话是最多的 我们才发现 在教会的时候 没发现他这么能说 结果到了外面 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的状态 传福音的时候 传的也是最好的 抓着一个缅甸的一个 来这边的一个难民 在卖表的 我爱英语 Hello 然后就都是英语 然后我们也听不懂 反正他拿着那个 四个属灵的定律 用那个英语 就不断的给他讲 最后做迎接祷告 然后留下电话 说要去教会 然后后来宣教士 虽然算是喝了点小冷水吧 就说这些人 泰国人有一个特点 都比较爱面子 对 可能是因为他是 从韩国来的 会说英语 又是加拿大的国籍 给他面子听呢 还是真听假听 但是无论怎么样 出去以后才发现 我们有不同的恩赐 对吧 你不出去的话 永远不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 或者是你 你不走出这一步的话 永远也不知道神 对你的计划是什么 所以这个短圈 我觉得 时间虽然很短吧 可能 在我们人生当中 不过是一个很短暂的一个时间 但是可能会给我们留下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痕迹 还有我们梅香姐妹 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 我觉得她的恩典是最多的 因为我们表演的时候 她一直在那个捂着这个脸 我没有看见她在做什么 我看录像的时候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她是比较感动 可能是唱这个十字架的传达者的时候 是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 那我们今天梅香姐妹她的分享吧 我干事 我干事 对不起 差点把你给漏掉了 本来不想哭的 没上台就要哭了 对 对 那天 就像牧师说的就是 我练习的时候没有感觉 就是唱这个 十字架的传达者的时候 就练习唱 然后去那表演 但是不知道那天怎么 就是 那个歌词就像自己的告白一样 就是这里 不自觉的就是流出了那个眼泪 我想这个也是 神一直在抚摸我的心 我想应该是这样 因为 起初我 我没有报名 这个短宣 因为 可能有各样的原因吧 其实可能也是费用的原因 然后 我们的这个洪知识她报名了 但是她临时有事 然后说去不了 然后她从这个地方远处看见我 问牧师她有没有报名 然后牧师说没有 然后说那我把这个名额让给你 然后我就去了 真的 在这里很谢谢 洪知识啊 给我这样 就是让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是我想从这一刻开始 神就是 就已经这个恩典已经临到我了 就是她给我这样的机会 因为我 我除了韩国没有去过别的其他的国家 以外我还没有去过短学 这个是我第一次 所以也有很多的恩典 我到了那边之后呢 看到很多宣教士 看到他们的生活也很鼓舞我 他们自己虽然说 宣教士就是换一个地方生活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包含很多 就好像刚刚云云姐说的 其实我不想去那样不好的国家 我想这样在韩国多便利 然后又方便 设施又好 条件又好 他们虽然一句话带过 就是说就只是换一个地方生活而已 但是我觉得肯定很不容易 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也有很好的背景 但是他们 愿意放下自己的背景 然后去选择 比较没有那么繁华的地方 去传福音 为了神的国度 为了灵魂 拯救灵魂 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因为我的这个起初 我的一个想法就是来神学 我的想法也是去 就是要 怀着一个 要做宣教士的一个梦 或者是一个想法 然后来到这里 但是呢 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会觉得 我有点 我没有自信 我在这里面讲 我会很不好意思 因为我身为神学生 应该更加的去责任感 有责任感去 去活出这个话语的样子 耶稣的样子 但是呢 可能在学校的时候 我真的就是 没有自信 因为大家都是 其他的学生都是 牧师的孩子 都是母胎信仰 所以呢 我会有一个比较 而且他们 虽然年龄比我小 但是在这方面 神学方面都比我厉害 不管是讲道 他们可以自己去台上讲 不管是学习方面 就是让我觉得很 很吃力吧 有点无助 但是呢 我这次去短宣 然后看到那些宣教士 其实 它 这个只是一个 一部分而已 因为我觉得 就好像 今天的讲道一样 就是 去放心吧 就去做耶稣的见证人 不管是去哪里 因为一切的事情 神会做工 不管你是 什么样的水平 你是 什么样的背景 你是什么样的身份 神看重的是你的心 所以 通过这次短宣 可能给我更加的一个 自信 还有更加的一个力量 就是 我只要去做见证人 我有这颗心就可以了 因为 我知道 我们有99%的能力的时候 神会 填补我们1% 但是我只有1%的能力的时候 神会给我们99%的能力 可以让我们更加的去 依靠神 所以 这一次 我这一次 很感动的地方 可能 让我更有自信去坚持做这个事情 因为 只要你不放弃 只要你去做 只要你的心是向往这条路的 神一定会在你身上做工 所以不要怕 就是这样 谢谢 好 谢谢 对 我们这个梅香姐妹在短宣的时候 得到了特别的爱 我觉得 有一位宣教师特别的喜欢她 然后这个 本来分组的时候 把她分到那个英语比较好的那一组 然后第二天 我们这个见面的时候 那个女宣教师 一定要叫这个梅香到她的小组 因为那天要做这个 从中国来的留学生的事工嘛 对 就觉得她特别的适合 对 我觉得反正怎么说 这次宣教的时候 就是让我们和这些宣教士 近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 生活当中的时候 给我们一些 怎么说比较真实的一些体验吧 对吧 才知道原来 基督的生活 不是每天就是 像流水一样 是吧 我就工作 礼拜天来礼拜 工作礼拜天来礼拜 不是这样的 神的恩典 神的生活 神给我们的这种世界 是丰富多彩的 我们要多出去看看 多了解了解 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活出神所许悦的样式 才是神所许悦的 Amen 好 那我们今天 虽然时间有些晚了 是吧 我觉得还是很有恩典 我们用这个 今天有些新朋友 这比较重要 我们要为他们做祝福 对吧 我们这个孙立强牧师的父亲 来到韩国又去泰国 他后门 我们在泰国 他们也在泰国 他们在曼谷 我们在清迈 还有奉献是吧 对 先祝福 先祝福好吧 对 新来的朋友 那我们请这个孙立强牧师 和父亲简单来出来 介绍一下 好吧 对 到前面来也可以 可以吗 好 谢谢 再把麦克给 那好 简单来分享一下 我爸比较害羞 我自己到前面来了 我非常感谢 很抱歉 非常的羞愧 大家在太北的 然后认真的去做工的时候 然后我和我爸在巴提亚看海 但是听天安传道 然后说 然后当时牧师带大家 在清迈 然后做事工 然后也感觉非常感动 刚才也听了大家 那么多的见证 虽然作为一个牧师 我是一个王丑某 然后 但是 我觉得 岳牧师的心的话 我百分之百能够理解 我相信 刚才大家有那么多 然后流泪的见证 最开心的 肯定就是我们的岳牧师 因为作为一个牧师 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看到然后 我们的信众 然后在灵里面 有更多的那种成长 我相信这个教会的话 我非常感动 我相信这个教会的话 以后 会有更好的那样的一个发展 不仅在韩国 然后能够 像我们的华人 然后做炎做光 以后的话 我们更能够把这个生命 然后流出来 然后到世界各地去 就像《使徒行传》里面 给我们的兴趣一样 然后直到地级 为神做这样的一个见证 然后 我也特别的开心 然后就是 可能大家不太了解我 我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现在的话 是在大田的培财大学 跟他们那边的 然后算是一个 然后是跟他们一起来做这个事工的 然后主要的话 面对的 几乎都是留学生 也有一些年龄大的 都是在这边读博士的这个样子 然后请大家一直 为我们培财大学的中国人教会 这个礼拜 然后大家为我们做祷告 然后大多数的话 都是刚开始幸福 所以说信仰的程度 还没有大家这么深 所以希望下一次 然后大家去宣教的时候 一定要带上我们 我们也一起去 我们也一起去 而且的话我们当中 有一些刚心的一些弟兄姐妹 也有这样的心想 去做这样的一个尝试 然后非常的感谢 然后今天的话 真的收获的非常多 然后在这个地方 有很多一些感动 通过牧师的讲道 也对我自己有一个更多的一个更新 因为这个讲道的话 我相信既是 然后对大家的劝勉 也是牧师 然后他这么多年来做事工过来的 内心当中的最大的一个感悟 因为发现即便是牧师 即便是传道 真的靠我们的力量的话不能做 唯有靠神的力量 唯有去交托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感觉到自己无力 我讲道就不能再好一点 然后我就再不能有爱心一点 为我们的信众的话 再多的奉献一点 但是我们真的是非常有限 当你去交托的时候的话 上帝借我们来做这件事情 我也在我的合场上 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见证 非常地感谢今天 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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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孙志祥牧师和他的父亲 到下来